而寒风凛冽的冬季 市值霸王寒流来袭 气温是走降 72岁的詹姓长者 下午出门散步 却因为天寒 气了体力不支 突然软腿倒到路边 幸亏有善心民众通知派出所来协助 将这名长者是平安的送回家 再次展现了 几名一家的气氛 玉立派出所之前接获通报 称在玉立镇市区上 有一名长者鹿倒需要协助 经过警员到场之后 发现长者呆坐路旁 远警上前交谈 表示下午出来散步 因为天气寒冷 以及体力不支 导致无法行走 你先搬着 先搬着 他会跌倒 走过来 长者一次有失智症的症状 无法说出正确个字以及住址 所幸经过询问现场人员有没有人认识长者 现场就有一名热心民众告知大概住址 顺利平安护送返家歇息 再过来 没关系没关系走 走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是不是走不动 有没有哪里受伤 科局长陈维文也呼吁民众 家中如果有罹患失智症的高龄长者 务必要多加留意 不要让长者独自外出 家属也可以在长者身上佩戴 有联系资讯的物件 扩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 以避免长者走失 记者高松松 玉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